2019年特斯拉AI Day上首次亮相名为Dojo超级电脑晶片 2021年开始更端出客制化晶片D1 透过机柜串联达到每秒110亿次浮点运算机能 训练全自动驾驶系统甚至新一代人型AI机器人都能用到它 这项业务被设为特斯拉转型软体公司的重要一步 对于特斯拉家公司或马斯克本人而言 终极的目标是Robot Taxi 就是无人的计程车 所以当大家都是用电动车之后 马斯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现在讲的Dojo这个超级电脑 它做后端的服务 大摩点名特斯拉AI超级电脑Dojo将颠覆产业 推升特斯拉成为自驾替车市场领导者 业界传出特斯拉有意扩大与台积电合作 以台积电7奈米制成并结合Info等级先进封装 不需要PCB载版直接将晶片整合散热模组 加速DojoD1生产流程 2024年投配量可达到1万片12寸晶圆 2025年更可能扩大晶片用量 它就是电动车界的苹果 对台湾相对的很多受惠的产品包括台积电 这是一定受惠的部分 以及台积电相关先进制程COA相关的公司 未来特斯拉就是台积电一个重要的客户 台积电7奈米制成成为超级电脑晶片重要推手 法人预估AI HPC应用成长 加上PC最坏事况已过 台积电7奈米产能利用率可望逐渐回升 有利2024年营运动能复苏 新大计时期间令沈默同台湾台北报道